党政焦点来关心 2020总统大选战况又有变化 尤其清明党主席宋楚瑜确定出席 今年的国庆大典 此举被视为有意参战 明年总统大选的起手势 对此清明党立院党团总 赵李鸿军上午就明确地表示 明年的总统大选 清明党这张门票绝对不会缺席 推判人选10月底就会有答案 另外李鸿军也透露 目前想见宋楚瑜的人非常多 包括郭柯王三方都有派人在安排联系 2020总统大选清明党确定参战 宋楚瑜主席会尽量地跟各界的人士 然后大家来讨论 是什么样的状态会产生 我想再怎么拖也不会拖过10月底 推判人选尚未抵定 但传出党主席宋楚瑜 即将出席双十国庆大典 被视为四度参选总统大位起手势 国庆典礼上他会出席 清明党就汉布囊当我们这些人 想要见他的我抢真的还真多 每天排的满满的 清明党会不会推人出来 还是会怎么样的状态出现 我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给答案 我只能给的答案就是 清明党的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 这一张门票 绝对会用得到 会面行程排满满 其中还包括郭柯王 郭也好 王也好 柯也好 说要见面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声音 宋楚瑜主席这边 也不 也有在联系派出事件 淡兰淫忧心就怕选情动荡 我的理解他跟王前院长合作的距离 已经下降 不过我觉得宋楚瑜会竞逐 2020大选的可能性是在的 宋楚瑜是否重出江湖清征 人事未知 选前不到100天 清明党叙事待发 2020大选战况又在出现变化 举止还是举止 这个是难得的机会 我们总不能会推韩国瑜出来选吧 记者周九条日生台北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